我們有時有些大圖像,剛才講的細節 大圖像是怎樣呢?就是譬如政府不肯起工庫 是不是要用很多錢?其實不用用很多錢 蓋房子其實不太貴,如果真的貴地產商不會賺到半門 其實是怎樣呢?整個建一個小公屋 給一些廢柴居屋出來,和應可劏房 這個整個是怎樣作為一個局呢? 首先我們現在經常聽得多,地產霸權 好像有些很厲害的字 其實道理不是很複雜的,我們講清楚就可以了 講到尾,有些姓李那些 地產商很有錢,很大權力 其中一個賺錢造中的源頭就是賣樓 問題是樓價為何會這麼貴呢? 那就是因為它的供應少些 跟著呢,又團起地 總之逐些逐些供應出來 然後再加稅,又有外圍的資金在這裡炒他們 那只不然是這樣 問題就是,這個落到你為何不肯 譬如說,那個屋其實好像順一點 其實它很少的,還有隨時都可以不起的 什麼時候可以不起呢?樓價有問題呢?他們就不起了 什麼叫樓價有問題呢?樓價如果開始跌的話呢? 就有問題了 其實呢,我有時候都不明白 為什麼樓價跌不好呢?樓價跌我們就可以買樓了 然後還有幾十萬潛在需要 那麼每年蓋回六十萬公屋是很合理的 香港的歷史上也絕對沒有試過蓋超過每年蓋五萬個公屋 為什麼不蓋呢? 就是很複雜性的 就是 好了 什麼人租一些劏房出來呢?就是某些小業主 其實你想像他買了都不是現兜多一次給了 都要供樓的 供樓就正好了 它是租給你出租做劏房 它是拿你給你租的錢 就出來供樓 那你現在這麼少供樓 那你這些劏房就需要一個價錢 就貴了 因為真的有這些需要 就算是墨木屋住 長東佛街 那你建得多供樓 不單止會令人覺得不用租劏房 重要就是 其實就是租務市場 和買賣市場連帶在一起 你不租 就少人租劏房 就是租劏房那個價錢 那你買些堂樓 就租劏房的意用就低了 我隨時供不回 我不能夠租這個劏房出來 來供那個數 其實現在就是 你買一棟樓租給人 然後再拿來自己供 那個遊戲是這樣玩 你不就斬斷這條鏈 所以其實整個 都是整個所謂地產商 和現在香港這個 這個混蛋政府 更加很結理 我們說公商樓 地產霸權 其實講來講去 這個是其中一部分 地產霸權還有其他事情 但是在房屋問題上 最嚴重 就是這件事 這是第二點 譬如大家看到那個基本局 譬如我們是青年他當牛腦 為何會這樣說呢 就是 因為在這個局裏 其實就是單身的青年最慘的 是的 公目是難上的 但是如果你的家庭 低收入的家庭 你等幾年 應該都未必輪不到你 但是真正在這個局裏 最慘的就是青年 公屋 如果大家認知 有公屋計分制 就是專針對青年 喂 就是專針對青年 剛才Julian也有說過 三十歲以下 成功申請的單身 入住公屋 是零個個案 是沒有人住的 就是你想想其實很恐怖的 你想想那裡有幾天 正是現在 剛才你說二萬四 但是你想像我都說 還有很多潛在需要 我都說我都是潛在需要 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找一份工 最多是萬多元 我申請不到公屋 又是那種惡夢 樓我永遠賣不起 公屋又不到我申請 其實就是在這個環節裏面 政府基本上是特別針對單身人士 而單身人士裏面的青年 最慘 而我作為青年 如果我不是想來 講講話 搞這些事情 那做甚麼呢 當名打工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草刀首期買樓 就是你會見到那些 有時賣的那些 有個例子 五年草刀首期 五年裏面 他每天都吃麵包 我不知道 我看過那些報紙 那些例子 然後又過仲 他 我心想這些是神經 這些是甚麼人的生活 這些 一個人這樣才能買到樓 這樣才能解決他的住屋問題 這是甚麼社會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想清楚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我都這樣說 青年其實就是被針對 我講的就是 這個社會有很多貧富大眾 在這個房屋問題上 青年受到的重擊就最慘 但也要講 其實絕對不是青年的問題 雖然我今天應該是講青年的問題 但我都要強調 青年只是某個意義 但是他們是其中一層 是最不背的 但其實整個基層裏面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要勾結地產商 他要幫地產商賺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不起公屋 所以基本上我們全部都在受苦 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他用客工的形勢 逼到搞到樓價這麼貴 另一方面又不解決 就是用那些便宜的方法 就是公屋去解決主屋的問題 逼我們去住床房 這個就是那個計劃 但這個是一個客工的條件 就是剛才那是第三點 我都要乘機講一講 第四點 就是說 其實為何要買樓呢 這件事好像已經成為一個常識 我們會解決主要的問題 似乎很多時候就是 除非沒得選 不是最後可能都會買一堆樓 但是買樓這麼貴 那怎麼辦 不要緊 初初可能在一些生家 買一棟 然後轉 可能可以去買居屋 然後樓換樓 最後換私樓 這個是置業階梯 報紙現在都會用這些字 問題是整個置業階梯 就是配合剛才那個陰謀 就是當你一開始 你覺得要買樓的時候 你就被他吃住了 他就是有辦法搞到樓這麼貴 政府又幫他 你如果不去解決住屋問題 其實我們不用買樓 你就建公屋給我住 我OK的 我住公屋住到過世都可以 我不用炒樓不用神 我有個阿姐頭就可以了 其實本來高住的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不會的 有些人都說出來 中國人都是要夠尊的 我才不信的 我的辦法是有個鬥 有個安穩的鬥 政府是可以給到我們 透過租公屋 如果有些好的措施 它令到公屋好些 絕對可以滿足到我們 就是說我們有個安老 我們有個地方 可以打完工回家 可以休息一下 是絕對可以的 而這個才是應該我們 去認真面對的方向 而不是就是 嘗試去進入那些居屋 屋屋屋 那些貴裡玩不起的遊戲 還有再講 其實你再看外國例子就知道 我前陣子看一本書 就是說其他歐洲房屋的問題 那些人不是特別想買樓的 租樓就可以了 他們覺得 一方面他們的租就便宜一點 沒有那些可以輕易給你假租的東西 在他們心目中 全屋 他們是否沒有安穩 他們是否不需要安穩 他們是否有民族來 當然不是 你知道德國人也很古板 在那些想像中 其實打完光回家休息一下 跟家人一起 這些是很基本的需要 不只是中國人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滿足於那些 租房屋便可以了 沒有問題 因為很明顯 因為在他們的社會裏 可以透過租樓去解決那些 基本的住屋需要的問題 他們不可以輕易逼遷你 不可以輕易嫁租 業主不可以輕易 其實我們可以選一些公立的東西 公立的東西 用擺放房屋的例子便便便是公屋 我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讀官校出身 不覺得有問題 有沒有所謂 因為那些價錢才是合理的 其實是 我們想起房屋的問題 其實是擺放一些 關於買樓的想像 唯有是這樣 我們才可以 因為 譬如你說地產商 你怎麼控制它 除非你是打土豪分田地 如果不是你都沒有辦法 所以當我們要求基層住屋的時候 真是要把那個象眼點放在公屋那裡 這個不只是便宜貴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某些想法上的轉變 好了 到最後一點 我有講過